什么操作简单三星容易的流派打法是可以从11本刚升到12本初期 然后从12本初期可以一直玩到12本后期甚至满房的 那必须是我们的奥迪流打法呀 11本的镜像法术等级最高5级 12本的镜像法术最高也是5级 这就意味着到了12本之后不用升级镜像法术 依旧可以直接玩奥迪流打法 我们都知道奥迪流打法分两种 飞龙奥迪流和雷龙奥迪流 雷龙奥迪流主打密集阵 飞龙奥迪流闪阵密集阵都能打 这期要教学的就是飞龙奥迪流 12本飞龙奥迪流的配兵法术就是这个样子 玩奥迪流打法 援军要什么应该不用我再多说了 飞艇狂暴气球 这边援军配兵都没有问题 我们直接开启实战教学 这边也是搜索到了对手 观察一下阵型想一下思路 鸟炮在大本的旁边 那我们W就可以不用往鸟炮那边冲了 我们飞龙奥迪流 飞龙奥迪流还是比较害怕单头的 所以我们W优身冲单头 这个阵型就左边区域的地狱打是单头 那我们飞龙W就要从左边一字画 找到了W一字画的地方 我们就直接开始操作 在W飞龙一字画之前 我们先把边断好 右边这边给个超载开墙 然后下双王把右边这边的边给它断了 然后左边一条雷龙断边 双王这边是超大开了城墙的 双王待会还可以进去处理多头 两边的边断的差不多了 左边就直接飞龙一字画 然后勇王跟上 然后下气球 然后下飞挺 等W往里面推进 狂暴一给 金身一开 现在四脚就一直盯着飞挺 等飞挺到大本旁边 被吹风机吹了一下 问题不大 飞挺要到大本期间 把三平镜像法术铺好 然后狂暴给上 飞挺气球出来 镜像法术直接复制 直接输出爆炸 然后手上也没有其他法术了 就等场上的飞龙大部队 和镜像法术复制出来的气球 慢慢清理建筑 过等三星 给大家说一下 玩这个飞龙奥迪流 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像飞龙奥迪流 它是可以打闪阵 但是那种特别闪的 而且还是三单头的阵型 就不要去打了 除非对面的三个单头 都是在大本的附近 或者大本的旁边 单头地狱塔 对于我们飞龙大部队来说 威胁还是特别大的 基本上机箱把术一扑 狂暴一给 然后气球复制出来 基本上没什么事干了 就是等大部队自己 慢慢收尾防御建筑 操作起来挺简单的 而且打三星又是特别的容易 特别特别适合手残挡玩 而且推进节奏能力也是特别的快 基本上一分半就可以结束一把 好的 最后也是轻松拿下的三星 关最温九 叫你别会说流流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